這邊來也要問候我們在座的很多舒嬅界的朋友 還有我們演奏的音樂家曾老師 還有我最敬愛的我的班長 蘇班長 他學很多我們這個館 剛好就是在他們家隔壁 他參加很多演習班 而且還連年都殘年的班長的職位 很辛苦但是我覺得這心很容易 也榮耀讓藝術或者是才藝 能夠在生活中跟他很貼近 那麼在這裡要感謝館長 還有我們這個館能夠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這個藝術尤其是書法藝術 算是西洋產業能夠在很微薄很不景氣當中 能夠有一線樹冠 那麼書法它不僅是藝術 它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們從入書法工作大概有40年 那麼這40年裡面雖然我有在教育工作 或者行政工作上任職 但是我最重愛還是書法 會迷人會讓人家投入 那當然你如果說有深入或者是真正投入過 你就會跟我有同樣的同理心 像我一個學生他最近一直在講說他家裡堆滿了書 然後呢一個房間接一個房間讓他覺得啊 很有那種生命的活力 雖然你老婆也一直在念 說我們現在的這個房價這麼高 也沒有過多的房間可以用 那你把書堆那麼多到底價值性怎麼樣 可是他很堅持很堅持 因為書法在他生命裡面真的讓他更有活力 更豐富了他的生活 所以我們能夠從事書法藝術 其實我自己感受到很幸福 那我們感謝啊 圖書館給我們這麼好的機會 館長就親自來 這個在很多場合是比較少看到的 很多館啊尤其是像比較 好像像我們新北市就差很多耶 聽說還要求說我要開展覽的時候 不讓我們盡量勸導我們不用開茶會 我說不開茶會那開幕怎麼辦 我說也不用辦開幕 就悄悄的辦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就是行李如矣吧對不對 你掛一掛有看沒看 或者是有沒有人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館裡面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館長或者我們主管 如果重視或者是能夠參與啊 那我們覺得藝術家非常的受到尊重 那我們來參觀的也會覺得 欸這是館裡面很重要的活動 就背有價值感 所以我自己立下的這個一些心願啊 我跟我們的學生講 我們下年度來申請 欸一起在這裡來辦展覽 好不好 好 大家 大家一起來 其實我也跟四位講過 說我們可能會來申請我們展覽 那我也希望未來我們雙和藝廊 或者是我們在圖書館啊 這個功能 尤其是書畫展覽的功能啊 能夠持續一直在進步 然後甚至於比上什麼美術館啊 或者是什麼博物紀念館更好 這是我最中心的期許 那當然我也感謝美娥老師 還有兩位好朋友 他們在書法或者是在科印啊 鑽科界啊 也項目的功夫 我也希望他們在藝術上啊 也更上成龍 也發揮自己的才華 那在這裡啊 除了感謝啊 還是再感謝 因為書法的藝術啊 讓我們投入豐富的生命 也增加了社會很多的文化藝術的力量 讓老百姓 讓我們整個國家 文化競爭力更提升 謝謝大家